有名周20号前往嘉义太保市参观展览 他是把车停到一旁的停车场 结果不小心擦撞到入口处立的消防柱 导致这个车子毁损 他也上网PO文抱怨 说当下看展的好心情瞬间全美了 一辆辆汽车小心翼翼开进停车场 想停好车还得小心避开消防栓 有名众停车时不小心擦撞到停车场入口旁立着的消防栓 车门凹陷还留下一道沾染着红漆的明显凹痕 无奈的上网PO文 消防栓在中间我实在不知道是怎么规划的 心情恶劣也没看了 PO文的民众20号参加在嘉义太保市举办的 台湾国际农业机械继组资裁展 结果车子不小心A到消防栓造成损坏 消防单位事后也紧急在消防栓周边 用交通锥围起来做警示 避免再发生意外 消防栓有点出来 可是应该开车也要输一下吧 三角椎用起来就是 比较明显比较不会被人家 就是看不到的人 就是会比较小心一点 如果是那个 属于我们那个消防栓 自来水公司设置的问题的话 可能那时候大家再跑了 消防局表示消防栓原本是 合法正确的设置在路旁 因为停车场是临时设立 才会有消防栓出现在入口的情形 至于消防栓回损的部分进行会看后 会再由自来水公司斩酌处理 接着苏伊亭 张俊荣 嘉义报导